腿部修长部粗大,是一个美女必备的特征 但作为东方女性往往腿部比较粗 腿部的修长迷人也同样靠运动纤细 饮食方面注意一些吃一些消肿醋纤维的食物就可以了 瘦腿运动,可以在家也可以办公室闲暇时练习 推荐在家训练 一,一,大腿前侧瘦腿运动一,直立,右脚在前,左脚在后 左腿膝盖微微弯曲,然后做下蹲动作,注意下蹲时保持平衡 每侧重负三足二十次 二,瘦腿运动二,请你坐在地板上,两脚靠在一起 膝盖外开,上体保持挺直,双手向前水平抬起 然后臀部向后坐 重复此动作三足二十次 三,瘦腿运动三,直立,双腿分开等肩宽 双手持一根健身棒置于肩膀上,如没有,可以双手交叉抱于胸前 然后下蹲直至大腿与地面平行 重复此动作三足二十次 本文 四 二,大腿后侧请你双铁并拢直立,收拂椅背,然后向后上方抬起左小腿,感觉到大腿后侧的肌肉在用力 重复此动作三足二十次 五 三,大腿内侧瘦腿运动一 请你平躺在地板上,背部紧贴地板 双铁并拢向上举起,与上体呈90度脚 然后最大限度分开羊腿再合拢 重复此动作三足三十次 六 瘦腿运动二 如果有合适的球可以试试,应该很有效果 坐在地板上,双手置于体后,上体微微后仰 双腿弯曲,两膝盖中间加一个球 用力向内挤压直至立节,松开 重复此动作二十次 七 瘦腿运动三 直立,双铁并拢 然后用左手拉左脚脚踝使之尽量贴近臀部,保持这个姿势三十秒,然后换另外一条腿 本文来 8.瘦小腿运动四 大家一般家里都不会有如图所示的装备吧 所以这个动作你可以徒手或手持三乘以五磅的压铃来做 点脚尖,在最高处停留两秒,赶到小腿肌群再用力,然后放下 重复此动作三足三十次 事后一定要按摩小腿,做拉伸动作 小腿运动作三十次